全球的饥饿人口连续三年创下新高 除了气候变迁之外 尔乌战争也是饥饿的一大主因 澳洲东岸暴雨成灾 数千人紧急撤离 但是今年累积雨量已经打破了过往记录 豪雨很早回台湾 这于是来得又强又急 现在各县市的都市开发 打造至洪池要较低液水的几率 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收看10月16号的大爱业安新闻 我是李思萱 头条新闻要带您关心的是 受到泥沙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 从昨天晚上开始 北部和东半部地区都开始降雨 而这波豪雨也在双北和宜兰 以及花莲都酿成了不少灾情 稍后都有详细的报道 先来看到的就是泥沙台风 目前的位置是在俄兰比的西南方 以每小时19公里的速度 持续朝西前进 预计稍后8点半 气象局就会解除海上台风警报 也因为现在整个大气环境 是有利于台风的生长 所以泥沙台风还会持续增强 再加上东北季风产生的共伴向益 在北台湾的豪雨可能还会持续到明天 先来看到这两天的累积雨量 宜兰大同是来到了973毫米 将近1000毫米之多 而台北的市里也有945毫米 再来就是新北的平溪 两天的雨量也累积到了571毫米 再来看到雷达回波图 可以看到现在台湾上空 它的北部和南部地区有大片的云雨带 滞留在东北部和南部地区 所以提醒观众朋友 今天晚上到明天都还是要特别留意 短延时强降雨的发生 而这一波豪雨所带来的丰沛雨量 在宜兰与南洋溪和它的水汇 一度和南洋大桥是达到同高的状态 也因为溪水暴涨 所以导致这大水是越过了挡水门 倒灌 所以导致这七贤村沿大水 另外就是在双北交界的秀朗桥 桥校的停车场因为雨势过大排水不及 稍早在新北的汐止地区 都已经成了汪洋一片 水猎鼠已经紧急针对了 宜兰基隆还有双北地区 都发布了淹水警戒 所以提醒住在低洼地区的观众朋友 一定要非常留意自身的安全 间歇性雨是不断新北这里已经淹水了 像我所在就是在秀朗桥这边附近 可以看到旁边原本是自行车步道 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到 连树都快要被灭顶了 前几天就下了 昨天又下大雨 下得很大 雨先泄不停 没办法先泄 这个河口就完全没 同样淹水的还有细止 行经车辆慢速在水中滑行 更传出康湖隧道山崩道路中断 这次秋台泥沙明明没登陆 威力也只有轻度 北部却灾情不断 专家解释 因为台风逆时针旋转 吹东北风 下带满满海洋水气 刚好和南下的东北季风结合 产生共办效应 再加上台湾独有地形 雨就会下特别大 台湾东北部它的山脉 西北东南走向 所以这个走向跟东北风 刚好成直角 所以它的雨很容易在山的前面 产生大量的降水 不止雨大风力也不容小觑 除了最靠近台风的南部地区 还有西半部云林伊北 外岛最大阵风都达九级以上 在正常的东北季风的情况之下 最大的风速就有可能已经接近 这个轻度台风的强度 如果再加上台风外围环流的一个助力 那它的风速可能就会达到 这一种轻度台风的等级 气象局预估最快晚上八点半 就会解除海上台风警报 但不代表风雨随之消停 因为东北季风持续影响 今天晚上到明天这段时间 还是要天防好大雨 那区域的部分就是北北基陶 还有宜兰 明天虽然台风逐渐的远流 但是东北季风增强 风力反而增大 主要的风是比较大的地方 都会出现在台南以北 我们的恒春半岛还有外岛的部分 整体要到星期二之后 天气状况才会趋缓一些 但迎风面还是要注意雨时 大爱新闻林怡婷 叶怡玲 台北报道 的确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 再加上东北季风产生的共搬效应 当时北台湾是猛烈的强降雨不断 在宜兰的蓝阳溪水位高涨 一流到灌进了圆山乡的七贤村 导致今天一大早 民众起来的时候就发现了 自己的家门前全都泡了水 水利鼠今天是紧急调派了 三部的抽水机来应战 宜兰此际志工在今天下午也前往 再去砍宅 喂 我是自己的志工 嘿 都平安啦 家里有印尼吗 现在你们那个生活用品啊 吃的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喔 好 祝福你们啦 你们家里住 天天下午呢 志工是趁着降雨空档 前往淹水的社区来砍宅 也关心居民的受灾情况 在圆山乡七贤村一带 这淹水高度呢一度超过了80公分 水淹及路面和民宅的庭院 导致当地居民和车辆都动弹不得 另外呢就是在宜兰市区的河滨公园 也成了汪洋一片 而只看得到栏杆和电线杆出力 而如果再往山区走的话 其实是大雨不断的情况 大同乡台七线的阴氏路段呢 一天一大早也是发生了土石流灾情 两县道全都被土石掩埋 直到下午过后呢才全面恢复通车 从台北到宜兰现在预示是如此的大 而气象局呢也持续了发布豪雨特报 在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呢 容易出现断岩石强降雨 所以新竹以北看东半部 以及全台的山区都要慎防大雨 甚至是豪雨的发生 尤其呢是在基隆以及新北 还有桃园和宜兰 可能会达到超大豪雨等级 另外呢台北和新竹则是要留意 一大豪雨 接下来还要留意哪一些天气的变化呢 要提醒您 尼沙台风预计它的强度和范围 都还有增强和变胖的空间 不过呢随着它逐渐往西来移动 对台湾的威胁就会降低 但是要特别注意 紧接着就是南下的东北季风 还是有可能会为迎风面的东北角 带来降雨 这温度呢也可能会一路下滑 有可能会下探到18度左右 至于呢整体的天气状况 其实要等到星期二过后呢 才会开始好转 然而今天一整天呢 花莲的雨势也不小 因为在花莲的193县道 多处呢路段有摊坊 导致这个道路有中断的情形 让民众呢必须就要绕道而行 松滑公路呢也因为大雨不排除 会进行预警性的封闭 现在雨势整个路夜之后 也会持续的增强 提醒观众朋友今明两天 在行经路桥或者是山区路段的时候 一定要多加留意自身安全 趁着雨势稍小 怪手抢修花莲193县道 38.2公里处的摊坊 希望清初可以单向通行的道路 上一次只有41K 这一次这边里面不知道 因为他说蛮严重 所以我们现在过来抢修 可是还会一直下雨 这个没办法 他说因为明天学生要上课 好大雨已经造成道路边颇松软 193县道 寿丰乡越美米湛等村 沿路许多土石 以及陆树崩落的状况 民众进处采买 遇到封路就得绕道而行 一路上193的县道 很多都封路了都断了 到那边再转回来的 非常不便啊 这里如果这两边封路 就像孤岛 我们就被封闭在这里的居民 地震后的花莲 面对间歇性的强降雨 不敢掉以轻心 容易积水的寒洞道路 暂时封闭 特别是山壁 土石松软 呼吁民众非必要 不要进入山区 当然新闻 唐南军邓名仪 花莲报道 这场大雨也影响到了 铁路交通 台铁的平溪道 金桶红路段 因为地基不稳 暂时停驶 预计在明天早上的 八点就会抢通 另外在宜兰归山道 大陵以及新北 双溪道贡寮间 也因为今天这场 大雨量灾 目前是采单线双向行驶 而今天下午三点多 在双溪道贡寮的 实底桥 因为水位已经超过警戒值 所以台铁列车 是一度停驶 当时有二十多位 中区的医疗志工 他们才刚结束 花莲震灾的行程 搭火车北上 却没有想到 因此困在火车上 等了四十多分钟 才恢复通车 而这场豪雨不仅是降在北部地区 在鹤欢山的五里 也测到了十二级的强阵风 中横公路呢 关原路段也因为土石崩落 而暂停开放行驶 强风吹袭下 荷欢山公路旁 整修中的五岭亭 施工围里倒成一片 路旁高耸的路标 也被吹得不断摇晃 受泥沙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高山地区出现强风 夹带间歇雨势 荷欢山顶已经测得到 十二级强阵风 最强时间是在 今天的中午以后 到明天的中午之间 提醒民众 千万不要到山顶活动 荷欢山松雪楼 台风天退防率 虽然达到九成 但还是有少数游客入驻 上山的游客 因注意自身的安全 防范强阵风及雨量 造成的速导落石 及土石流 中横山区也有连续降雨 台八线117.4K 官员路段 土石淹没路面 暂停通行 请用路人特别注意 大海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今天是世界粮食力 受到俄乌战争的影响 即便是开通了黑海御书 现在全球都还是 面临严重的缺量情况 休息一下 稍后马上回到新闻现场 拍照 平时有终灯的缺量 激活 海洋 、汇 提供地球20%的氧气 直到你们举刀挥向了我 如果你们不要害我 地球就能免于气喘叙叙 如果我们再不努力 好 同岛一命 无人信命 爱不是手 爱要开口 爱屋及屋 爱之欲其声 爱到深处无怨有 冰层的快速融化 觅食成了北极熊生存的难题 漫长的觅食旅程 体力不支的小熊 往往溺死在中途 当北极都失去北极熊 人类还剩下多少时间 你是哭着来到我的身边的 饿了哭 摔了也哭 我希望你笑得更多 因为不如意是学习的动力 虽然你哭着来到世间 但我希望你笑得迎向未来 每一声震耳欲龙枪响 都在向童年 向希望道别 每一个透显围光的弹孔 都好像灰暗 惊惧的眼神 硝烟征战 毁掉的不仅是孩子 也是世界的明天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来带您关心 今天是世界粮食日 放眼全球 这饥饿危机 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了 全世界的饥饿人口 已经连续三年 创下新高介入 除了气候变迁的影响 俄乌战争 也是造成粮食短缺的 一大走音 联合国在7月的时候 和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 以及土耳其 签下了黑海果物的协议 就是要保障乌克兰的粮食出口 从7月开始 有四个月的时间 可以陆续把乌克兰的果物 送往到中东和亚洲等国家 而目前出口比例最高的 就是临近的土耳其 其次就是西班牙 再来就是埃及 眼看这11月9号的期限就要到了 现在有很多船都卡在港口出不去 原因就在于最初 三方协议 每一艘船都必须经过检查之后 才能出港 但是现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之下 导致船只滞留的情况是越来越多 再加上两国的情况恶化 普丁甚至有想要直接终止协议的念头 霍伦张载着满满谷物 联合国牵线为其120天的黑海谷物倡议 还有大约一个月就到期 想延长却变数重重 货轮增加人手不足 检查速度更不上 等候清单越来越长 9月21号离开乌克兰的船 有七成还没查验 与此同时战事一再升级 普丁直接撂下狠话 黑海谷物倡议7月22号签署后 乌克兰出口了储存量三分之一的粮食 共超过680万吨 其中玉米占53% 小麦25% 向日葵产品12% 另外还有大麦 油菜籽 大豆等等 它们的目的地在哪 数据显示 有将近三成被送往肯亚 孟加拉 索马利亚等低收入国家 另外26%到中收入国家 土耳其 中国大陆 保加利亚 高收入国家是最大宗 运进西班牙 海域 荷兰 南韩等国的食物 加起来占总量的47% 我们正在努力搜索 乌克兰和组织 他们正在努力搜索 和维持 黑海域的 活动 长一到期在即 联合国不只想延长一年 更希望纳入化肥 努力救起更多 在饥饿悬崖 摇摇欲坠的人 大海新闻 留着于变异 而饥饿在非洲国家 可以说是常见的状态 而此即在非洲发放物资 可以说是行之有年 这一次也为莫三比克 3800位的本土志工 来发送玉米粉 每袋玉米粉12.5公斤 爆起来并不轻 人力接龙产地 快乐正在蔓延 这是家庭温饱的希望 盖手印缺印尼 用原子笔画手指 虽然物资缺乏 每个人缺乐于分享 生活辛苦 各个却是心灵大富翁 仅此语潜移默化 启发盛念 玉米粉解决眼前的困境 身心安定了 更有力量帮助他人 大爱新闻 山姆尔 文南西奥 莫三比克报导 再来关心是在澳洲的东南部三个地区 因为连日暴雨成灾 至少有两个人死黄 数千人撤离 一般来说 澳洲的雨季会落在 每年的十月到隔年的四月 不过今年几乎是每隔一到两个月 就传出严重的水患 累计到十月六号 澳洲的累积雨量 已经来到了 两千两百一十三毫米 这是打破了 一九五零年的累积雨量记录 现在专家就分析 有两种的现象 如果同时发生的话 又会导致澳洲的水患 严重阻营 空拍画面看到的 除了水还是水 民众不是在彻底的路上 就是卯足尽抢救家当 这里是澳洲 东南部的新南威尔斯 维多利亚以及塔斯玛尼亚 不过短短一星期 降下一个月雨量 引发严重水患 大水还没到高峰 十八号起 又有新一波暴雨来袭 澳洲总理赶到災区视察 居民合力准备杀袋 不过大家心里都有个疑问 这么多雨到底是哪里来的 五月开始的印度洋 偶级震荡现象导致澳洲春季 一场失论 十月登场的雨季又连续第三年碰上这个 东西水汽接地夹击 加剧的暴雨强度 专家警告 反圣鹰与偶级震荡现象 可能要到2023年初才会趋缓 澳洲要有心理准备 大雨还会一直下 大爱新闻 邱凯文编译 世界最美图书馆的 最后一集要带您看到的是 加拿大的国会图书馆 这道火门守住了图书馆的绝代风华 门的前方敞开了知识殿堂 中心是维多利亚女王肖像 无论身处主阅览室的任何一方 都能与她宁谋对望 不只书箱还萦绕白松木清香 从戈德士丘顶 墙壁到书架 方言所及竟是精工木雕 历经四年 壁馆修复 不忘加元素 静密空间停革1876年 细致讲究到连煤气灯的光源 改为现代照明后 依然承袭过往亮度分毫不差 丰富馆藏也值得细细品味 加拿大的十元纸钞上 除了有国徽及前总理肖像 也印着国会图书馆的 哥德士建筑 一如往昔俯瞰沃泰华河 专属北国的书香画镜 带新闻综合编译 来看看高龄90岁的 林锦芸阿嬷 她是如何在环保站里头 找到心灵寄托 90岁林锦芸要出门打卡上班了 抵达环保站迫不及待 坐上熟悉位置 双手开关自动打开敲呀敲 每颗螺丝都仔细收集好 老旧录音带是她眼里的宝 景芸阿嬷做环保二十多年 先生过世后独居的她有志工陪伴 做环保使她身体硬朗 乐观开朗更是长寿的秘诀 把握付出 她跟大家约好了 每天都来打卡上班 大爱新闻续程王朝中屏东报导 晚间八点半气象局就要解除 泥沙海风的海上警报 不过今明两天呢 在迎风面地区还是会降下大雨或是好雨 所以提醒观众朋友 如果外出要特别留意 她的一身 禁锢在轮椅上 她的思维 却能飞向宇宙深处 我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高冬宇宙 它是什么 它为什么存在 透过阅读 走进天才的世界 发现自己的宇宙 你是否还记得 跟妈妈一起阅读的那一本书 妈妈总有本事 把故事说得好有趣 在我的脑海里 清晰记得每一个欢乐的天鹤 阅读存脑本 记忆不漏诗 就像飞机起飞 靠摩擦力 创意 灵光绽放 靠广泛阅读 谁会不想装上创意之意 展翅飞翔 阅读吧 开卷有益 英国文豪 沙士比亚 一生写了九个剧本 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诗 他说 书是世界的养分 生活里没有书 如同失去阳光 而没有智慧的书 就好像鸟儿 失去了翅膀 阅读 带来智慧 让你洞悉人性 解惑人生 德国则学家康德 在一次会议上 描述了英国西敏桥的 种种样貌 在座的一位英国人问到 您是何时去的英国 又是在哪里夺的建筑 康德回答 所有关于西敏桥的知识 我都是从书本上得来的 欢迎回到这一集的 大夜安新闻 气象局预计在稍后八点半 就会解除海上台风警报 而明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 接下来来听听 气象主播明君的说明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 大家好 我是李明君 首先关心台风动态 气象局持续针对泥沙台风 发布海上警报 台风还在增强 不排除变成中度台风 而暴风圈稍微扩大 气急风暴风半径200公里 目前台风在 欧安比南南西方 大约300公里这个地方 以每小时16公里速度 向西转西南西进行 慢慢地远离台湾 预计晚上八点半 就会解除海上警报 但是解除警报 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降雨会持续 外围环流加上东北季风 今天增强的影响 共伴效应非常明显 今天降雨最多就在 宜兰的大同乡超过了700毫米 达到了超大豪雨的等级 而桃园的复兴区也超过了500毫米 宜兰大同乡今天还出现 116毫米的石雨量 不过到了下午 降雨就稍微缓和了 如果从前天算起的话 宜兰的大同乡 还有台北市的阳明山 更超过了1000毫米 台北宜兰和花莲部分地区淹水 山区也出现摊放 而早上开始 从台北宜兰一直到花莲 还出现了闪电 不过随着台风远离 今天晚上到明天 出现雷雨的几率是不高的 而气氧局持续发布豪雨特报 今天宜兰还有新北市 基隆以及桃园山区 都可能会有大豪雨 或是超大豪雨 双北和新竹山区 会有局部豪雨或是大豪雨 其他橘色还有黄色的地区 也可能会有大雨或是豪雨 在这地提醒您 宜兰新北市 基隆和桃园山区 都在超大豪雨的警戒范围 而台风预计明天 会来到这个位置 它的微微环流和东北风 会持续影响台湾 像今天蓝雨就出现了 十一级的强震风 而今天是降雨最剧烈的时刻 北部还有东部 是一片红通通的 明天降雨会稍微缓和 不过北部和宜兰一带 还是要特别注意 一直到了后天 降雨会更加的缓和 东部还是有雨的 提醒您 公伴效应超大豪雨 台北宜兰届盛前程 风强雨大 这几天最好不要前往 山区西边还有海边 明天还是会有好大雨 低洼地区要沿防淹水 明后天开始 北台湾会变得湿冷 低温下太阳 20度要做好保暖 接着来关心 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派行 台湾的迅情 多半都是落在5到11月左右 但是现在在极端气候的变化之下 每次降雨都可以说是又急又强 反而也增加了治灾的风险 为了要整合治水减灾 现在各县市是陆续打造制洪池和堤防等等 更新当地的防洪系统要打造一座海面城市 南韩首都圈历经百年来最大降雨 灾害惨重 长期没有像我们台北或日本 对于这种强风豪雨比较有经验 你看台风少到他们那里都没力了 第二个 它的水温条件也没有那么剧烈 所以它一下子环渝不过 当地雨水下水道最多只能附和55毫米时雨量 这次却直接突破140毫米 反观台湾去年0604台北淡黄区 短短一小时也下了137.5毫米暴雨 但水只淹了约一小时就退去 关键在于台北下水道的排水标准较高 达78.8毫米 下雨太大的时候我们的系统 短时间内没有办法瞬间的往下游排 就会导致上游来局部的来做拥塞回堵 把回堵段的旁边新增一些空间 去把这些水来做除击 如何做除击就靠着青青草地之下隐藏的制洪池 温山这座是台北第二大最新建成 大约三层楼深度 可容纳20座奥运泳池水量 去年0604发挥作用 大大减低都市淹水的范围和深度 也降低河川负担 我们希望到河川之前 有一些部分我们存起来 但是我们台湾过了以后 我们水慢慢把它放出去 河川就不会一体 像制洪池 堤防 抽水站等防洪设备 称为灰色基础设施 历年来台北市至少花四五千亿经费新建 但硬体有年限 灾害也可能再破纪录 这种商本建设 实际只能防80%的灾害 剩下10%到20%得靠绿色基础设施 台北市不是到处都有 几公顷几公顷的李李公园吗 如果每个人都会吸一点水 连我们中校东路新的南路的 柏游路都可以吸一点水 那大大的可以降低我们灰色工程的务达 我推的是灰工程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把老百姓训练 做防灾减灾 然后我们让它可以逃生 灾害的训练 今年六月台北市和慈激基金会 共同开办防灾课程 打算训练一万位防灾市 主要是希望能够邀请 除了政府机关以外的相关 包括企业然后社区 我们希望能够建制一个 台北市的防灾网络 事实上当然不只是台北市 在其他的县市都已经有在进行 每一个县市的规划跟计划不同 彼此不管是主办或协办 都是扮演合作互相协力的角色 极端气候灾害发生的让人措手不及 面对严峻挑战必须软硬兼施 才能减少伤害 台北新闻林一婷 叶宜玲 台北报道 直接历史今天回顾到1998年 瑞伯台风当年也为台湾 带来了严重的灾情 而蓝天白云在灾后 送上了最踏实 最乱心的关怀 在在都见证 大水无情 但人间有爱 1998年10月16号 瑞伯台风 紧难救助 瑞伯台风带来惊人豪雨 各地灾情频传 以北部及花冬最严重 不在这里了 就要搬家了 我们还是怕了 细纸 内湖 土石流 共夺走12条人命 然后一会儿右边就看到黄黄的 就被冲了 车子就翻翻翻 就被埋在沙石下面 喝了好几口泥水 然后蒸蒸蒸 有一个那么小的洞可以呼吸 全台此近人动员 冒着风雨展开勘灾 关怀 主食 发放 台北县戏指 全镇三分之二淹水 制工程橡皮艇沿街发放 整个发放行动 17号深夜结束 19号上人行脚北上 强调尽一切力量 我也告诉我们的委婉说 我们要关心 关心 不管如何 就是 大家都有守孙 我跟他们说 不然我们这会儿 加加好好的 就去跟他们送一个 祝贺 委闻 喂 走 走 这样 当水一来的时候 什么东西都湿透了 可能连张干爽的卫生纸 都没有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一点点的 这个意思 我们五千块的这个红包 除了一份祝福以外 就是给他们买一些 应急的这些日用品 谢谢 祝福我们将来就 日日都很平安 谢谢你们大家 谢谢你们大家 累计动员赈灾经验 也更确立往后救灾工作的 重要方案 延伸至1998年11月 北区急难救助队 率先成立 1969年10月16号 台东大南村大火发放 大南村在9月26号 因逢爱尔西台风过境 焚风引起大火 全村148户化作灰烬 死亡47人 来火烤人了 以前原住民的草房盖得很厚 东南夏凉 马上风一出就散 就是空中很多火球 那火车飞 从上面 怎样下去都没有了 通通烧掉了 慈济16号首次发起大型震灾 以2万多元购置台力锚毯148条 是台湾当时品质最好的锚毯 震绩148户居民 这一年是慈济功德会 成立的第四年 人家旧了 钱也没有了 就下个心就去做了 那时候实际上是很老天 老天还是老天 也是爱做的 那没说是说 担担担担他做不够 这一年才能够七个月 到七个月 我们不怕 在土地上比较很老天 此季三十周年时 省为信送回保存良好的毛毯 为历史作见证 堪称台东有史以来 最大火灾 县府安置灾民展开重建 省府主席陈大庆 鉴于村民大难与大难协阴不及 因此改名东兴新村 也就是现在的东兴村 欲复兴之意 以上是今天的大严安新闻 稍后要请您继续收看 《人间不提》 我是李思萱 我们明天见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